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福林門 我是主持人廖婕宇 臺股在今天呢 是下跌十二點 收在一萬六千四百四十點 不過本週以來 我們看到了指數跌掉了三百四十一點 因此週K線也是收黑的 那怎麼解讀這個盤式呢 下週的行情會好起來嗎 我們來請教專家 為您介紹兩位節目來賓 首先是資深分析師 楊慧珊老師你好 結局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分析師顏志恆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盤後的解析時間 先來請教慧珊老師 好剛剛結局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今天留了一個蠻長的下影線 到底現在的盤怎麼看呢 其實我之前在粉絲團 都已經有跟你講過了 如果你忘記的話 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直接看K線 來 慧珊老師我有告訴你指數就是在16200到17000點當中區間震盪整理 那麼我們可以從線型當中很清楚的看到喔 加群指數的部分已經比較接近16200點 今天最低點16271 所以它在接近支撐點的狀況之下 喔就拉了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好指數在區間震盪整理 當然我們目前現在國際上有很多的紛爭 它都會是一個變數 慧珊老師我們會隨時的在我們粉絲團為大家做追蹤跟提醒 不過現在這個盤讓很多人覺得很擔心不是很快樂喔 我們的家族好朋友跟我說慧珊老師 幸福是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生活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的粉絲團其實還蠻溫暖的喔 我覺得說每個人都需要一些溫暖正向的力量 所以我在每天早上的發文 或者是晚上的時候我們盤後的分析 我都會盡量寫一些比較鼓勵人心的話 好 那我們的家族好朋友美玲就跟我講 她說慧珊老師以前都會跟我們說幸福是什麼 她說她現在了解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什麼呢 她說其實在幸福對她來講的話 就是說在股票開始出現危機的時候 你看7月25號 我們那時候有講過就是AI股 它開始要下殺要修正不要去追 好 那當時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點上了這顆字 我說我要提醒你要讓你看到 包含到現在很多人還是在問我 慧珊老師這顆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可能是你之前還沒看我的節目 我一直提醒你就是說 股票市場要趨急避凶 我希望能夠提前告訴你說危險在哪裡 然後把你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去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們一直講不要去追熱門股 乃至於股票跌下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跟你分析 來AI股票有發展有三個階段 一二三現在進入了第三個階段 好 那整個AI很像我們剖析出來呢 我告訴你說在最上游的IP股 它的含金量最高它不會受到影響 而且它的籌碼面是最乾淨的 所以我那時候是不是跟你講IP股很重要 好 來 那麼我們當時預告 AI股要回檔7月25號 回檔下來的時候我說要開始反彈 但是不是反彈所有的股票 而是反彈IP股 好 我們的今天IP大軍呢 紛紛大漲到現在目前為止 那所以這一波當中 也幫助了很多的投資朋友 來 我們有講過 如果你是買傳產的這些組裝股 一個賠錢 一個賺錢 有沒有 一個賠錢 一個賺錢 一個賠錢 一個賺錢 200萬一張 你48萬 就是可以賺100萬先獲利入貸了 創意的部分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還蓄留 你看這些股票都如我們所預期的大漲 也讓我們大賺了 甚至我們找出了 智原之外的小智原系統 包含系統的部分來 我們在節目當中也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 我認為我怎麼看系統的 我等一下再重複一次 我說過會過這根黑K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量其實縮得很低 而且我們之前當時是不是用 很多的例子 包含信心 包含配亨來告訴你說 它的後續走勢應該是會如何的 所以我們判斷說 它整理完之後會再創高 那我們看到今天最高點54.7 已經快要突破了這一根黑K 也讓我們利用這一堂股票 小智原我們有這樣子的獲利 真的是非常開心 所以美玲跟我講 她說幸福是什麼呢 幸福她終於懂了 就是說能夠在股票市場裡面 避開那些下跌的股票 因為她說她當時真的本來很想買 因為每個人都說那些股票好棒喔 可是她聽了會想老師的建議之後呢 避開了那些然後買到真正 對的時機點會賺錢的股票 她說這就叫幸福 她覺得說其實她自己心裡面也很難過 因為她其實身邊的朋友很多人都受傷了 然後但是她是賺錢的 可是她希望說能夠有很多人更多的人在股票市場裡面都感受到這種幸福 那我聽了也蠻有感觸的 因為美玲真的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所以這就是慧香老師我希望帶給你的 就是我認為說很多的投資朋友在股票市場裡面真的過得很不開心 呃 絕大多數的人在股市裡面都是賺錢的 可是其實不是股票不對 不是市場不對 而是你maybe用錯方法 或者是你不會挑選股票 也甚至可能是你的時機點不對 所以造成你的結果是不對的 讓你覺得很辛苦 可是慧香老師我要告訴你的是 其實用對方法 用對股票 股票市場是可以讓你很幸福的 好不好 好來 所以慧香老師我們有講過 我們要帶給你滿滿的幸福 那麼就有人問我了 他說 可是慧香老師你一直說那些AI的組裝股不好 但是畢竟是很多人喜歡的標的 我在這裡我要特別澄清 我不是不看好這些股票 我一直有強調過 我們不是不看好這些股票 我只是覺得說不適合 所謂不適合就是你不適合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去買 包含從7月25號我們講 然後8月9月我一直告訴你說 這些股票不會有起色 為什麼 因為籌碼的關係 好 可是我要跟你強調的是 不是股票的問題 那可是現在有發現了一點點 不一樣的狀況 你有沒有聞到一個味道呢 你說老師我沒有聞到味道 你看我噴個給你看 這樣噴有沒有 我這樣噴 你有沒有聞到味道 你聞不到 但是沒關係 慧山老師我噴給你看 我已經聞到了一些味道 什麼味道 來 我們看 慧山老師我要告訴你 AI 什麼 夠夠夠 AI要怎麼夠 來 我們AI3夠夠 哪3夠夠 2382廣達2376技嘉 3231偽創 這三檔股票我把它叫做AI3夠夠 為什麼叫3夠夠 因為這三檔股票我認為其實它還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之前一直在講這三檔股票 我一直告訴你說你要避開它 那果然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三檔股票在最近的表現都不好 來 那麼可是為什麼我今天又講它呢 你看今天廣達還在破底 好來 偽創的部分還好 看起來有一點在這邊止住了 那麼技嘉的部分呢 今天也還在破底 那為什麼慧山老師這時候我們講AI3夠夠呢 因為我聞到了一些味道 什麼味道 來 融資開始要殺出 親愛的當這些股票 我說過他們最重要的是籌碼的問題 當這些股票融資開始殺出的時候 它就要進行足底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換句話講 當這些股票 我會幫你觀察 我跟你講融資今天一定是減 當他融資開始殺出 殺到我認為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反覆反覆反覆的足底 然後 等足底完之後呢 他就要怎樣 他就要夠夠夠 有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AI3夠夠 那你說老師那現在可以買嗎 不是現在買 我會幫你看好不好 所以親愛的 有AI股的 你一定要來找我 很多人跟我喜歡跟我講 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站起來 對啦 可是問題是你要懂得怎麼站 你要懂得什麼時候站 你太早站 你還是一樣會被打在地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要在對的時機點做對的事情 我們能夠精準的預估它的下跌 甚至預估它的幅度 慧山老師在一路過程當中 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你 你可以去注意 可是最近已經進入了倒數計時 好不好 來所以親愛的 你在這些股票受傷的 你有AI股的 你要來找我 慧山老師 我幫你東三再起 甚至為了要鼓勵你 我知道就是說很多人 在前一波或者是這一波受傷了 其實沒有信心 但是其實股票市場裡面 真的是需要專業的 慧山老師會來協助你 為了讓你怎樣呢 更有信心 所以我們送了一個非常好的禮物給你 來 萬元打氣金 你會贏 為什麼你會贏 因為慧山老師幫你加油打氣 你當然會贏 今天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我們只有幾天 這是快閃 為什麼要快閃 因為我們股票這麼好 我還給你萬元打氣金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可是我真的是希望能夠協助你 能夠幫助你 所以我們的萬元打氣金 是最後一天 你趕快來領取我們的打氣包 而且慧山老師會再追加一檔 強股來讓你圓夢 我們的股票超級強的 真的不用我再多說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 那怎麼樣拿到這個萬元打氣金 今天是最後一天 親愛的來 加入我們的Live粉絲團 然後在上面留下你的電話跟大名 慧山老師會把這個打氣金給你 然後再給你一檔強股來幫你圓夢 最後一天好好加油 好來我們今天要回到 我一直所講的趨勢的問題上 我們一直講趨勢是你的好朋友 對不對 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需要很多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 有包含專業的力量 那專業的分析師 要怎麼樣判斷股票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盤面上快要兩千多檔股票 你看我每天講的股票就是那幾支 可是那幾支都好強喔 然後讓我們賺了很多錢 慧山老師是為什麼我們能夠挑到這些股票呢 其實我們的大方向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巴菲特告訴你的趨勢 有沒有 我是不是告訴你 IP股很重要 所以在我們的長線裡面 你看世新讓我們賺了將近一半 資源一樣喔 好那偽訊的部分呢 它其實也是AI相關的 但它不是IP 但是在這些長線的標的裡面 除了偽訊跟聯發科不是IP之外 其他都是IP股 那這告訴你什麼 這告訴你它是趨勢 然後趨勢最棒的是 有1就有2 有2就有3 只是你可能搞不清楚而已 好那麼四星資源 然後乃至於小資源系統 都起來了之後 還有沒有什麼IP股 是人家不知道的呢 慧山老師 我們昨天在節目當中 已經有告訴過你了 這一檔股票 來就是宏觀 宏觀昨天漲停板 今天繼續大漲 你看喔 今天其實大盤曾經一度大跌 它其實最後還是收得很強 為什麼呢 你會跟我說老師 台郡要買它嗎 好他要買宏觀 用170塊錢 它的這個range 是一層到三層 就是說我最少要買一層 然後最多我要買到將近三層 好 那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台郡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已經有跟你講 昨天時間上有點來不及 我們今天花一點時間 仔細的去講 第一個 我們知道台郡是做軟板的 他說軟板的什麼呢 軟板的天線的軟板 那我們知道PCB 它有分硬板跟軟板 然後依照層數有分多層板 那硬板跟軟板的差別 究竟是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這裡 這叫硬板 這叫軟板 硬板就是把原件 我都放在上面 組裝起來 那軟板的部分呢 就是把兩個 好 原件要透過這個連接嘛 連接兩個硬板上面的資料 所以換句話講 軟板它比較適合用在哪裡 體積小的地方 所以台訓的部分呢 它的天線的軟板 50%它都用在手機 它主要是提供Apple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智慧型手機 它是一個很成熟的產業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在以往來講 尤其是現在面臨 紅海的壓力非常的大 不是2317 是紅色的 就是中國的這些供應鏈啊 好 那麼它勢必得要轉型 那我們知道台郡是做什麼 天線的嘛 所以它就是跟傳輸是有關係的 那如果台郡要轉型的話 它要往哪裡轉呢 一定是往傳輸的方向去走 好來 所以我們知道其實台郡在之前 就已經在開發它的3.0的軟板 但是問題又來了 什麼樣的問題 老師問題怎麼那麼多 對啦你知道那個 廠商會一直遇到問題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解決 那解決的方式呢 可能就是他們轉型 那如果另外一個方式的話 可能就是透過去並購 或者是去買其他公司的技術 好 那我們知道台郡的部分呢 它是應用在軟板 可是畢竟它是軟板 然後所以它的毛利率來講的話 就沒有那麼的高 你懂我的意思嗎 大概就是20幾%嘛 就那個就好像自圓跟系統 你知道自圓它是做IP的 然後自圓的毛利率就高達將近50% 可是系統之前的毛利率大概就只有20幾%而已 但是如果它因為這樣子轉IP 它的毛利率可能就會再往上提升 好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所以當台郡如果我要更往上來去做發展的話 我不能只提供你模組啦 我需要怎麼樣 我甚至希望說就是 我能夠整個裡面的IC我也給你 可是我沒有這樣子的技術那怎麼辦呢 那就用買的好不好 就直接找上了宏觀 那我們講到宏觀 它有非常特殊的一個技術 我們當時其實在3月31號的時候 我們就有提過宏觀 它當時是在我們的會山投資池2.0 好 因為宏觀的部分 它主要就是在做傳輸的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 叫做社評IP 這個社評IP 目前在國內來講沒有什麼廠商有 就只有宏觀有而已 但是因為以往在社評IP 我們知道社評其實它就是做天線 就是衛星跟這個 你的終端產品的傳輸的接收 它必須要有這樣子社評IP來去做接收 或者是做發放 好那所以它在傳輸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台郡我想要做往這些所謂的5G 好或者是說往這個電動車 不管是自駕或者是做ADAS 我一定要傳輸啊 因為它都是大資料的處理嘛 海量資料的傳送發放 然後再去做處理 好所以台郡就找上了宏觀 它為什麼願意賦予它那麼高的價值 用170塊錢 因為我只能找你啊 其他的廠商沒有IP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才講說IP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好重點就是在網路的發展 因為兩個可以match的剛剛好 尤其在5G毫米波的模組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有講過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現在整個5G其實並不是真的5G 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是真的5G是必須要用到毫米波的 可是亞洲的部分呢 我們用的是5G的過渡版 就是叫做6GHZ 等於就是說好像你蓋了一個四樓 然後又有一個夾層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用4G的設備去稍微改良一下 可是你真正要做到5G是要毫米波的 可是毫米波因為你設備要全部改善 要全部改過就對了 所以它的成本比較大 那在歐美的部分 他們現在目前早就是都是在用毫米波了 那如果未來毫米波勢必會成為一個趨勢的話 它就要進行大量的建置 而且毫米波的基地台是很小的 它非常的小 所以它非常的密集 所以要建很多 那這個商機就非常的大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台郡願意花這麼多的溢價去買宏觀 因為宏觀它有它社評的IP存在 那麼我們從它的新聞報導的資料出來 我看一下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這一則新聞其實是最新的新聞 可是我覺得重點真的不是在台郡 好來 他在講說台郡的部分 它是維持中立價100塊 今天台郡還在跌啊 可是你會發現說重點主角是誰 重點主角是宏觀 因為他是買宏觀的技術 所以宏觀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才是主要的主角 好來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則新聞裡面 他講到了他為了要取 他取得宏觀的技術是想要做什麼呢 他想要透過發展然後整合核心業務 縮短產品的商品化時程 縮短產品商品化時程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在設計晶片的時候 我可以很快的設計出來啊 那所以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IP啊 就是這個意思啦 好不好 所以親愛的我們一直跟你講 就是IP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宏觀漲停之後 今天再漲 他就已經是有被看見的價值了 所以他才能夠這麼的強勢 好 那很多東西其實你不懂 慧山老師我一跟你講你就懂了 尤其是未來銅鏡光退 我們所講的像現在很流行的細光子 我們之前也有花時間講過 就是銅鏡光退啊 就是以後都是要用光纖的 那宏觀的部分他在這一部分 其實他們之前早就佈局了 包含現在的USB3.1或HDMI這些線 他上面的一些相關的晶片呢 宏觀他們都有來去做提供 好不好 親愛的賺錢的機會 需要貴人指引 你需要慧山老師來去告訴你 懂我的意思嗎 好來 那麼甚至在台積電跟聯電的部分 我們也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台積電 我們在當時是不是告訴你說 10月12號我跟你講過 法說會是正向看待 那果然出來法說會是一個好的 往好的方向走嗎 可是我們在今天盤前也有跟你講 550塊錢到556塊錢 這邊會有壓力要稍微怎樣 要稍微消化一下 好來 親愛的來 台積電今天不偏不倚 就收在556塊錢 就跟我今天盤前跟你講的是一模一樣的 完全就是這個數字喔 這些都是事先預告 所以你要趕快加入 慧山老師我們的粉絲團 那麼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 財富要開始重新分配了 親愛的萬元的打氣金 趕快領到你會贏 怎麼樣領到呢 加入我們的LINE 然後留你的大名 留你的電話 把萬元打氣金拿到 我們等你一起來加油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看其他的標的 休息片刻 稍後回到五福利門 有更多的討論 上一段節目中 慧山老師很深入的分析了IP潛力股 那接下來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標的 時間要交給慧山老師 親愛的 在我們要關注哪些值得關注的標的之前 觀念非常的重要 再來複習一次 巴菲特告訴你什麼呢 他說別人恐懼時我貪婪 當大盤你感覺不好的時候 親愛的就是財富重分配的開始 我們一直強調股票市場要賺錢就是低買高賣嘛 可是我想請問你 如果沒有押回來 你怎麼有低的價位可以買 那現在押回來了不就是你的機會嗎 這個邏輯是對的吧 所以就是因為如此 每一次押回之後 我們都會有很棒的很好的股票 我們都會有很棒的股票上漲 已經有這些股票是前一輪的 那包含現在我們的系統 還是繼續的維持在高漲 要繼續再往上攻囉 好來那包含宏觀的部分 我們有跟大家講到了 他昨天漲停今天繼續上漲 可是親愛的賺錢的機會 需要貴人指引 你不知道要怎麼做 你可能走錯方向了 你需要惠山老師來告訴你 所以親愛的剛好把握出 這一次的機會 這是老天爺給你的 你千萬絕對不能浪費 來就是要發財 就是要賺錢 一定要轉運 一定要跟上 怎麼樣跟上 惠山老師特別特別為你爭取 來我們要送給你最溫暖的大禮物 萬元打氣金 那這個萬元打氣金 它的用意就是希望能夠鼓勵你 讓你在最好的時機點鼓起勇氣 來去布局這些好的股票 來帶給你財富 所以惠山老師 我們特別給你萬元打氣金 你會贏 因為惠山老師在你身邊 你當然會贏啊 趕快領取我們的打氣包 領萬元打氣金之外 再追加一檔強股圓夢 像我們的系統一樣啊 你買到系統這樣子的股票 你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嗎 你想要的東西也都可以得到了 我們找出了下一檔的接棒股 你一定要趕快跟上 把萬元打氣金拿到 惠山老師帶你加油 今天最後一天過了就沒有了 那怎麼樣拿到我們的萬元打氣金呢 你要加入我們的Live粉絲團 來QR 扣碼掃進去 或者是直接打我們帳號 小老鼠588VIP 但是不是只有加入就好了喔 你加入之後呢 要留下你的大名跟電話 我才能夠把這個禮物送給你 加油 等你一起來 謝謝惠山老師帶來的盤號解析 下週一同一時間下午三點鐘 五福利門 與您再會 掰掰 台語 陶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